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哪儿都爱戴着笔记本 随时随地写下自己的感悟 后来他申请了几次加入乐队都没有成功 而且总是不缺人 毕业后只好现在房地产公司做黎明基代员 工作了两年左右 1988年 板井泉水开始以扑持性子的本名从事模特工作 试图以此来赚钱做自己的音乐 做模特时的板井泉水对镜头非常敏感 害羞内敛 也因此常常挨骂 以模特身份出道的板井泉水 超脱的气质与惊艳的才华很快就发光发紫 1989年 在东映卡拉OK皇后选拔中 板井泉水从3000位参赛者中一举脱颖而出 没过多久就成了上天的宠儿 他被知名音乐制作人常护大兴发掘 常护大兴后来这样回忆说 第一次见到他时 问他想做什么样的音乐 板井小姐立刻回答 摇滚乐 想像冰田玛丽小姐或安路易斯小姐一样 做出旋律朗朗上口 在卡拉OK也能唱了摇滚乐 1990年 在常护大兴的支持下 板井泉水正式开启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音乐事业 一年后 日本首歌女子摇滚乐队ZAR的成立 主唱就是板井泉水 凭借发行的首帧音乐EP Goodbye My Loneliness 板井泉水正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这首歌是板井泉水自己作词 直接创造了新人出道曲 闯进公信往前时的傲人记录 但这个乐队并没有如板井泉水想象中的 那么是如人意 乐队非常不稳定 你来我走 乐队成员更换频繁 唯有板井泉水一个人苦苦撑着 后来 在歌迷心中 板井泉水就是这儿的 1992年 板井泉水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在第六届日本金唱片大赏中 获得年度最佳新人歌手奖 首张专辑Hold Me 销量突破百万 一代摇滚女神彻底走进了无数人的心梦之中 板井泉水也在此时 彻底将自己的音乐才华迸发出来 很快就又迎来了最高光时刻 1993年 板井泉水发行了专辑 摇曳的梦想 创下了193.8万的销量 获得专辑年榜冠军 而那首《不要忍输》登上公信榜第一位 单曲销量超过164万 更是直接震撼和鼓舞了无数日本国民的心 轰动了一时 这首歌后来被誉为日本第一历史歌曲 甚至是日本第二国歌 2004年被收录于日本高中音乐教材当中 多年后日本大地震时 日本无数电台与国民重复点播这首歌曲 借此来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这首歌似乎成了一首救世之歌 存在的意义已经超乎了所有言语与界限 而板井泉水也因此成为日本人尽皆知的国民歌手 备受追捧 1993年 也是板井泉水最辉煌的一年 无人能及 开创了自己音乐传奇的板井泉水 此后的巅峰一波接着一波 神秘又低调 1996年 演唱的经典歌曲《My Friend》 又成为灌篮高手的片尾曲 成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这首歌直接冲出日本 甚至成为世界性的集体青春回忆 除了灌篮高手 板井泉水还在龙珠基梯 和名侦探柯南 中华小当家中演唱了经典歌曲 一首是Don't See You 一首是无法呼吸 还有那首经典的《转动命运之轮》 柯南系列中 板井泉水一共演唱了九首主题曲 其中《转动命运之轮》 有超过二十五个不同的编曲版本 反复修改了二十五至三十次之多 对于板井泉水来说 创作每一首歌都犹如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它为此拼尽全力 我就是不想妥协地制作音乐 这些歌曲的时代记忆 无人不思念怀想 提到它们就立马想到板井泉水 除了给自己写歌 板井泉水还影响了众多知名歌手 据统计 它给别人写的歌曲就高达一百五十多首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当初给一代听后邓丽君创作的《与你共度今生》 邓丽君去世后 板井泉水特意演唱了这首歌曲来纪念它 板井泉水在乐坛 可以用奇迹中的奇迹来形容了 连续六首单曲 先后登顶日本公信号第一 连续九张专辑高达百万销量 专辑总销量惊讶到四千万张 将近七百多银日元之多 而且爱写诗的她 还出版过四本十四集 所有人对她都只有一个感慨 始于颜值 忠于才华 板井泉水的性格 其实和她的歌曲风格完全大相径庭 她敏感内敛 柔美纯粹 干净又低调神秘 如果说天才都是独特孤寂的 那么板井泉水就是最好的诠释 在无数个迷信中 板井泉水就是那个最像赤骨琴子的女人 而当年 井上雄艳也就是按照板井泉水的模样画的 她也被歌迷称为亚洲最美摇滚女歌手 作为当火的摇滚歌手 板井泉水几乎很少在公开场合楼面 一直逃避大众镜头 个性洒脱自然的她 从来不化妆 不过分打扮 更不穿暴露衣服 少言寡语 甚至有人笑诚 打扮保守超过中学老师 所以 我们看板井泉水 永远都是最朴素自然的装扮 唱着最直击新人的歌曲 而且 她对镜头非常敏感 永远都会刻意远离大众视野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她也没有过任何绯闻和一丝负面新闻 音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 在好友眼里 板井泉水就是纯粹的象征 她也将其散发到极致 这样一个如天使般的女孩 带给世人无数的惊喜 却悲情的难逃病魔的宿命 2001年 板井泉水以为身体无事休息了一年 在此期间 板井泉水也没有停止写歌 到了2004年 板井泉水带着Zard 举办了出道以来的第二次演唱会 谁曾想 却是她最后一次 这时的板井泉水 病情已经开始恶化 带病演出 2006年 板井泉水 在拍摄完了 自己第42首单曲 点燃新货的MV后 晚上突然感觉身体极度不适 便随即到了医院检查 最终被确诊为子宫颈癌 这一年 她才39岁 板井泉水只好暂停所有工作 积极治疗病痛 做了摘除子宫的手术 然后请先休养 一年后 板井泉水到医院复查时 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面对病魔的无情侵袭 板井泉水只好再度出院 积极接受各种治疗 在乐观的心态和抗癌药物治疗后 板井泉水的病情渐渐有所好转 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重病住院期间 她依然坚持在病床上创作歌曲 记录一点一滴的灵感 可谁曾想 上天却又给了她致命的沉重遗迹 2007年5月26日 清晨5点40分 板井泉水在完成例行的散步活动后 她在上楼返回病房途中 因为下雨落滑 不慎从三米高的楼梯斜坡 十足跌落 头部遭受到严重撞击 而这一道 板井泉水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5月27号下午3点10分 板井泉水最终因为脑挫伤 不治身房 年仅40岁 一代人心中的摇滚女神 就此消香欲损 折落人间 悲情的是 病魔没将她打倒 却被上天给执意带去 天度红颜 这一悲痛的消息 震惊了世人 令整个日本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 在阴霾的沉冬中 板井泉水的葬礼 有四万多人参加 送她最后一程 这一刻 无数人犹如信仰倒塌般 悲伤至极 在葬礼上 那首不要忍住 悲鸣长空 然后歌迷齐声高喊 谢谢你泉水 而她生前攒了一整箱的歌词 还有三百多篇 没来的即发表 令人悲憾于可惜 加上追悼会 板井泉水的一生 在公众面前 一共仅亮相七次 却成了世人 永远灵机的面孔 她曾说 我觉得幸福 就是能够一辈子 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板井泉水做到了 也从未认输过 她一生 虽然如此短暂 却永放光辉 青春与传奇永在 就像歌迷送给她的一句话 青春若有不变的颜色 那一定是板井泉水的样子 不管经历多少春秋岁月 她的音乐与面旁 都不会被世人做遗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